第二排的最後 在我的肩膀根部就好了 在哪裡 在哪裡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來我的頻道 那我會做一期蓋檔化妝挑戰 因為我覺得我很久沒有做挑戰的視頻啦 所以最近多年蠻活的一個挑戰 就是 就是蓋著你眼睛 然後畫完你的全臉的妝 所以我今天就來挑戰這一個 然後我今天呢 我已經擺好我所有的化妝品在我的坐姿上了 就是我的眼影啊 粉底 我的眉毛 我的眼線 我的遮瑕膏 還有我的腮紅膏 光秀 全部都已經擺好在我的坐姿上面了 那等一下我就會這樣擺著眼睛去衝合我要找的東西 可能我會認得那個包裝 所以我懂手面也是大手面也是的 所以我就特意選了 很像這一種完美日記的這一種 眼影盤就是它是全部是同一個形狀的 所以我就 沒有辦法去猜它到底是什麼顏色 然後粉底也是就是我 畢竟 這樣子 真通拿下來了 所以我就 可能我會認得牌子 可是我會不認得那個顏色的色號 然後粉底跟黑也是一樣 我就是已經特意選了 那時候我沒規定了 它全部是同一個包裝 所以我就真的是不知道它是什麼顏色的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浪漫的一個挑戰 就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我們今天的 蓋眼化妝挑戰 所以我第一個就會先上我的粉底線了 OK 先把 嗯 嗯 這個應該是Shazan的 我要找 這個應該是蘇蘇蘇 那現在在採產品呢 這個是 卡斯蘭 這個才是卡斯蘭 這樣應該應該是什麼 好 我就用這個了 到底是什麼牌子 到底是粉底嗎 對 這個是不是下一個顏色 這個顏色的話很白啊 底妝一定要大面積地拍開 這樣子大家會比較自然 我信你個鬼 化妝化了四年 我很有信心我的粉底一定是可以達到很距離 已經和靜緣無關了吧 OK 差不多了 然後現在到定妝粉 我是用MAYBELLINE的 那個FITME SERIES 我覺得是這樣子 我其實蠻選一個 OK 這三次穿到你 好 找到了 很奇怪 我這樣穿 這邊 至少我還找到粉 我哪有什麼粉的 找不到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一定這樣 好 忘記上我的遮瑕膏 不用這樣 我還沒有上到我的眼睛 我的遮瑕膏 我很怕塗一點東西 遮瑕膏 我會選Nyx的這一袋 遮瑕膏 它就是全部都是遮瑕膏 然後它就是不同的顏色 所以 這一隻 OK 我也不知道它什麼顏色 選了 選了一個比粉底黑亮度的顏色 我覺得我大部分的事情 都在抹我的東西 在哪裡 OK 然後再上來我的 這個 我選這一隻 眉毛全部都一樣的尺寸 很難分 然後這隻是一圖的 因為我記得它是轉的 眉毛 我就沒有這樣 我星星畫它 這邊 至少我覺得 沒有畫出去 我覺得已經很厲害了 這是很厲害的 怕我講到你眉毛 每個人都講過眉毛 不太好看 不可能 這種角度已經抓習慣了 所以我覺得 會出來就是 不會差的 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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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這種眼影 如果我真的是 依我 做了這樣多年 化妝的名言 通常大地色都會是在那些 在第一排 如果盤是這樣子看的話 這樣 大地色的東西在這裡 我覺得我拿中間的話 就會比較安全 所以我拿這個 我...不記得 我點哪裡 應該是這個吧 現在我要上 竹色 竹色通常就是會在第一排的最後 就是...這個 那個... 就是... 出色好的 現在叫竹光色 竹光色 通常會在前面這裡 第一... 對一點就好 我現在要增加一點挑戰 我再選一個聲色 通常一定是在第二排的最後 在我的街頭跟補就好 哈哈哈哈 你就好了啦 然后就到眼线了 眼线我尽量选D-Grid的比较好 是不是 这种种 看的好到位的 我一点点厉害 Seroon我是用Benefit的 然后我也是尽量选啦 它就是这一个系列的 所以它的上一线是一模样 我也是分不到它的颜色 那我选中间这个 我觉得Seroon还是可以的 因为我的鼻子也是很滑 所以我每次都会在Seroon 所以我觉得我Seroon应该是过光的 就是有四盘Shazan的 然后也是搞光的 然后我就选这一盘的 然后口红 口红 口红我也是选Maybelline的 嗯 中间呢 我觉得中间 来 智力比较低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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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哦 哇 我一概一概都了 好 那我现在呢就已经画完了 我现在就要看镜子了 3 2 1 3 2 1 嗯 这样 嗯 这么多的耳朵 是在这边的 我画了一个蓝色的眼影 我觉得我现在很像男小公仔啊 诶 可是我的红红不错 好 呃 六十号 我画眼线的我 这一支是怎样来的啊 嗯 再选一个SENS SENS 通常一定是在第二排 的最后 什么意思 所以SENS 我就加在我的肩膀根部就好了 中文我这里很像 很像有涂到腮红 这样 我觉得这东西 我只要看replay 我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是我的盲眼化妆挑战 那如果你喜欢看我更多化妆的 challenge的话 记得 留人在底下 或者我看到有些人 这样好玩的化妆挑战 就会 自己呢 有所挑战 好 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